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州不仅因此具足武林桃源的先天条件 更因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大港 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各种文化上的交流 而说到文化交流呢 可不能漏掉福州鱼丸这一位 原本满心期待老板能端出一碗 充满古早味的鱼丸汤 但是一看到这免洗碑传统的福州鱼丸 马上被笼罩一层现代素食的阴影 为何我们先前提到文化交流不能漏掉福州鱼丸这一位呢 答案就在这家创立在1934年的永和鱼丸店里 他的创始人刘二弟 自小对于福州鱼丸的美味始终无法抗拒 甚至立志要投身在这一人间美味上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呢 听说台湾永和的鱼丸特别有名 便飘洋过海到台湾来圆梦 早年在台湾 这门做鱼丸的技术可是传子不传女的 更别说是像刘二弟这样的外人 刘二弟不知吃了多少苦又遇上多大的机缘 竟得到台湾永和鱼丸的争传 之后呢 他返回福州 做起挑担子卖鱼丸的生意 他要进入一段的搅拌加入盐巴 这盐巴跟水跟肉的份和配比的有个配方 然后搅到一定的程度 达到我们要求的时候来加入淀粉 红薯淀粉 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制成一种鱼浆 谁也没想到 一对小勺跟碗竟叮叮咚咚敲响了鱼丸二的名号 甚至成为今天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一年或是一两年发展一家 这是适合的 再加上我们不可能发展做机械这种制作 因为机械制作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手工艺的这种内行 毕竟我们是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项目 因为在我们会议项目里面有一个远合鱼丸记忆 鱼丸制作记忆 这是我们得到省政府推荐批卷的 因为它的条件非常严格 要又要有历史 又要有档案资料 又要有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又要现在能够进行下去 这个才是一个保护项目 更妙的是一碗鱼丸汤便让两岸有了连结 比起目前大张旗鼓的海溪特区 两岸连结计划可要轻易得多了 这正是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 然而当你走入福州的福建省民间艺术馆内 将会发现两岸更多更美的连结 眼前所见的这些艺术精品呢 都是以福州的寿山石作为创作载体 一说到寿山石 台湾赏识界的朋友绝不陌生 因为它是中国大陆众多名石当中 最为炙手可热的品项之一 田黄石呢 更是寿山石中的珍品 由于田黄石的产量极少 再加上田有财富之意 黄又贵为帝王之色 所以田黄石又被称之为帝石 并成为清朝祭天专用的国石 这一块杭红石它的色彩呢 比较丰富 红色部分呢比较多 那这一位作者陈明志 它也是非常擅长与寿山石湖的一个雕刻 那这一件作品呢 它是利用红色部分呢 雕刻成梅以及人物 白色部分呢 雕刻成雪 来寻求一种踏雪寻梅的意境 根据历史记载 清乾隆年间的福建巡抚 曾经用一块上等田黄雕刻了三炼章 乾隆黄奉为至宝代代相传 它是高山石中的水坑系 那是经过有水的常年浸泡 所以说是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岩石 而且在红色部分呢 我们是称它为朱砂 它雕刻的是硬柳 它是这位作者王源泉 它是非常擅长于硬柳的雕刻 以及镂空雕 所以说它手上拿的那个球 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球 它是可以自由地滑动的 田黄石之所以珍惜 是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全世界只在福州寿山发现过 而且经过数百年来的连续采掘 寿山村呢 不知被翻过多少次 现在已经开采殆尽 石头呢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色彩呢 比较地丰富 也有红 黄 白三种颜色 然后根据它这个不同的色彩 来就是进行一个创意 要比较大件的一件作品 比较大气 刻画了有102个小孩子 那当初呢 据说这一位大... 林飞大师在创作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是想刻画一百个小孩子 但是呢 它就是后来每一个小孩子的刻画 雕刻出来以后呢 一共是有102位 但是如果说是去掉两位呢 觉得每一位小孩子呢 都像是它亲手雕刻出来的 也像它的亲生 亲生的孩子一样 那非常的不舍得 那结果就是保留了102位小孩子 除了鱼丸跟玉石之外 福州另外一个让台湾人十分熟悉的名词 就是连江县 奢族的风土名情 堪称是这儿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奢族先民在唐代开始进入福建地区活动 长期以狩猎跟油耕为生 一直持续到明代才真正的定居下来 逐渐发展经济作物 它们崇尚武术 跟外界接触十分低调 这儿的奢族女子多身着凤凤凰装 投书凤凰法事 可谓风韵独具 这几名奢族女子正准备为大家唱一段山歌 这是奢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的 也不知是他们太过害羞 或者是因为奢族的民族性本来就如此 整段演出可真是欲唱还羞 一旁的奢族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开始搭枪 不知不觉地竟成了男女山歌对唱的演出 于是上前搭枪的男士就越来越多 但仍然不减这群奢族姑娘们的腼腆 奢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 他们自称是山客 跟汉族客家明细关系极为密切 语言几乎是相通的 然而两者之间何以会有这样的微妙关系呢 这或许呢也能成为两岸之间的另外一个话题呢 福州永泉寺有三宝跟三铁 什么是三宝呢 三铁指的是哪三铁 下段节目内容有精彩的介绍 福州古山的永泉寺 素称闽叉之冠 始建在五代后梁开平二年 公元908年 开山祖师是敏王王沈之邀请的神殿国师 因此最初称为国师馆 目前的永泉寺 基本上保持明代佳境年间的布局 整座寺院呢 一共有大小殿堂二十五座 由于布局巧妙 加上历代僧众对树木的精心维护 使人产生进山不见寺 入寺不见山的感觉 建寺七年之后 寺前涌出这口罗汉泉 于是便改称为永泉禅院 明永乐五年正式更名为永泉寺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千佛陶塔 正是永泉寺的三宝之一 这座塔烧造在北宋原封五年 公元1082年 原在郊区的龙瑶寺 1972年才一致于此 整座塔是陶直 外十以右 高6.83公尺 塔壁共贴立体佛像 一千零七十八尊 像这样大型美观的陶塔 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永泉寺从宋代开始 磕金印金 到了明代 成为当时出版佛学著作的重地 至今还有佛金雕板净万块 这些珍贵的雕板正是永泉寺的第二宝 永泉寺的印金楼保存了从宋朝开始到清朝 到民国时期的各种的金板 佛像的雕板一共有一万多块 它的那个版包括了各种经典 各种唱本 各种祖师的那个著作 民国时期那个红衣法师 还印证了那个 这个永泉寺的那个印金楼的那个 原贤法祖编写的那个 法言金撰钥 送给那个日本的各大寺庙供养 但现在这个永泉寺的这个各种经典 还有流通 现在还使用过 还有流通 还有还在运刷中 一直在 还有几十种那个金书在流通 1928年红衣法师曾经利用其中一些雕板 翻映清康熙年间 道配和尚以十年时光 所习心著作的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论载药》 分赠日本各佛寺 这是中国佛学经典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那个佛像的一些雕板 像这一块就是明朝时期的 雕的一个雕板 是大碑 牵手牵眼大碑观世音菩萨的雕板 这是明朝时期的版 除了这些珍贵的雕板之外 藏经殿中还珍藏历代珍贵的佛经 跟相关的佛学著作 一共有两万多册 另外还有七册得自印度跟缅甸的备业经 历经文革仍然幸存 所以备佳珍贵 大家看这个备业经有那个柬埔寨文的 还有那个缅甸文的备业经 还有藏文的备业经 当时也是一种那个交流吧 一种那个文化的交流 皇帝遇赐的佛经 更是保护有家 这个永泉寺还有那个清朝 那个历代班的那个战经 十二个大厨有两万多册 它是皇帝清班的 清班御战 一直保存在永泉寺 文革期间也没有被破坏 它时候这里有阻挡部队在这里 一直保存得很好 然而真正教人刻骨铭心的 就是这些刺血写成的佛经 一共是六百五十册 这正是永泉寺的第三宝 那他为什么要用血来写这个 我们佛家里有个 灭花灭花经有个说法 就是那个血骨为笔 赐血为末 书写经典 以这种虔诚的心来供养佛祖 消除我们自身的业障 这是历代祖师修行的一种方法 修苦行的一种方法 那他那个血不是会凝固吗 那血 他因为他写这个经书 不吃血写经之前 他半年之内 他不吃那个盐巴 那那个血就不会淹过 可以保持新鲜 写出来的话 那个可以保证很长时间 至于永泉寺的三铁 指的是哪三铁呢 第一铁就是相机处理 这四口合金柱的锯锅 最大的一口 它的直径是一百六十七公分 深八十公分 一次可以煮五百斤的米 供一千人食用 目前所看到这两株铁树 就是永泉寺的第二铁 相传它们是由敏王王沈之 跟开山祖师神宴亲手种植的 已经超过千年树林 至今仍然年年开花结籽 那么永泉寺的第三铁何在呢 在大雄宝殿内的三圣像前 安放着一张铁丝木共桌 这就是第三铁 这张铁丝木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 玉火不燃 入水不如 玉婴则潮 这个共桌是永泉寺的三铁之一 是叫鸡丝木 它说明铁木 重达五百斤 它比重很大 玉火烧不着 它玉水就沉下去了 这个铁木共桌 它有一个特点 是个晴雨表 就是每当这个天气很干燥 很晴朗的时候 它这个桌面上就是干燥的 一旦第二天要下雨了 完了它这个桌面上就有水珠 就是当时因为没有天气预报 我们永泉寺的初见师傅 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天气预报 古山永泉寺自明代以来 林济草动两宗并传 一代高僧薛云老和尚的恩师 妙怜老和尚 就是以林济宗 接曹洞宗的法脉 之后妙怜老和尚 以两宗正脉赴以虚云 虚云老和尚是在十九岁时 于古山永泉寺剃度出家 拜妙怜为师 受巨族界 之后在一九二九年 虚云受国民党之邀 担任永泉寺的住持 民国甲子年 1925年 当时蒋中仲先生 来古山礼佛的时候 有供奉长渡 一千个现大洋 咱们长渡就给他立了一个小墨牌 作为一个纪念 当时蒋总统的军衔是陆军上将 他跟古山也很有缘分 古山永泉寺 跟台湾及海外关系十分密切 清光绪十七年 公元一八九一年 方丈妙怜老和尚 与本中禅师 善庆禅师 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创建了吉乐寺 作为古山永泉寺的谢院 而台湾早期佛教当中的 岳梅山系 观音山系 还有法云寺系 追溯他的渊源 接传自古山永泉寺 灵岭宗峰登登相续 古山永泉寺历代高僧辈出 根据旭英老和尚 所曾教的列祖连方级的记载 从第一代神宴禅师算起 传到虚云老和尚 已经是第一百三十代 而虚云老和尚 乃是近代禅宗泰斗 他在古山传法曹洞 兼寺灵迹 中兴云门 匡扶法眼 以一身细五宗法脉 为古山永泉寺 写下一段因缘传奇 赫赫有名的巨古沈万三 生于周庄 发迹于江南 但是何以会在偏远的贵州天龙屯普中 出现他的故居呢 下段节目追踪沈万三的故事 本周的烟消散尽化屯普呢 将为各位介绍天龙屯普古镇 天龙屯普古镇呢 它地处西近云南的咽喉之地 在元代时呢 这里是顺远古翼道上的重要驿站 叫做泛龙翼 明代开始呢 这一代大量的屯兵 天龙屯普古镇 便是一个军事防御功能完善的 屯普建筑典范 而现在呢 来看看我们在贵州省所做的报道 在这个奇特的场景 看到有人写生不足为奇 但对天龙屯普的人来说呢 游客的大量涌入 可以算是六百多年来最大的变化了 甚至大过改朝换代 而有趣的是当年的古城墙 如今正好成为阻拦游客的障碍物 想要进入就得买票 一品店一家一家地开张了 也搞不清楚老板究竟是本地的屯普人呢 还是外地来的生意人 天龙屯普居住着 陈 郑 沈章 四大姓 这四宫廷显然就是针对 这四大家族的开机祖先而建造的 而其中最有趣的是 这儿的沈家人一直到2004年的真月 才知道自己的祖先 竟是袁末明初的江南首富沈万三 当年因为沈万三得罪了朱元璋 不得已将族人分散各地 而其中一只呢 便来到天龙屯普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一个是沈万三的故居 那沈万三呢是明朝当时富可敌国的首富 那当时呢他以朱元璋嘛 对半逐城犒赏三军呢 所以把朱元璋进入以后 朱元璋把他发配到这边来 那发配过来以后 他的第二个儿子呢 是明朝当时随着朱元璋的真男大军 居住在我们村寨里面的 他名叫沈茂 也就是沈万三的第二个儿子 当时呢沈万三来到这里呢 就找到他的儿子 在这个地方呢住了三年之久 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当时沈万三来到这里所住的地方 沈万三与天龙屯普之间的关系 被解密之后 天龙屯普随即成为媒体 争相报道的焦点 当然也成了旅游业的卖点 许多屯普人在六百多年来 不曾看过的商店 一家家地开张了 就这家银饰店来说 在屯普人的传统服饰里头 其实会用到银饰的地方并不多 但是因为贵州这一代的少数民族 普遍大量使用银饰 热门旅游景点的少数民族村寨 银饰店伶俐 而且家家生意兴隆 于是天龙屯普的商店街 也套用这样的模式 反正卖的对象是游客 并不是本地的屯普人 那个一套做完以后 大概要花这个十二天左右嘛 从拉丝 拉丝完搓 脸 然后编花 焊几完 清洗做完 大概那一套要十二天 拉丝的手镯一般的 可能大概一天能做一支 一天 那像一般的 像这样的 像这种一般 普通的就很快了 普通的一般的 如果打书面 一般刻画的 一天可以打个二十对左右 那会不会变色呢 不会变色 纯饮的 你经常带 它就对身体好 除非感冒发烧 身体不好的时候 它会产生氧化 但只要是九九成盈的 那个就是说 一般牙咖牙刷 一擦它就很亮 那是这样的 你保证有保证书吗 那我们就是那个 网站什么都有的 质量 为了客人买到 不买到假货 在我银匠市家 我是有承诺的 假一乏十 老板的理念是 只要是好东西 什么地方都好卖 这句话听来没错 但是最近几年 中国大陆呢 已经不知道复制 多少这样的小镇了 真要继续这样下去吗 还是多品尝品尝这种 只有在这里 才吃得到的原汁原味吧 这个叫清明巴 是清明姐才会有的是吧 是的 那里面是用什么线包的 它有菜的 你可以做有油的那种菜 然后这个呢是糖的 它有红糖 还有那个芝麻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 这些 那么这个外面包的 这层皮是什么做的 外面这个呢是用糯米 然后打成面以后 然后放在这个季节所长的 清明菜 我们说的清明菜 必须要用这个土的 用泥土烧的这种砂锅 然后给它炕 火温呢 必须要忠实 小火烤 在清明节的时候 都会做这种菜 来吧 吃过到地的清明巴 再喝一口一茶就更美了 更何况呢 还有两位大娘娘的歌声来助兴 由于贵州山地多胀气 明代入前官兵常因此中暑生病 为了壮军补生 军衣们在茶水中加入独特的配方 让团兵们饮用 你们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什么 我们说茶房修在大路边 七人来到我们都被遗茶 请你们端 自从今天唱过后 你们腾谱情意 记心间 是这样是吧 这里呢 因为当时是通往云南的一个异道 这是必经之路嘛 然后贵州这个地方呢 人烟稀少少许多 过往的官员来到这个地方呢 容易生病中暑 所以我们一茶的人呢 就煮了一幅 我们当地人呢 就举行一个驿站 那这里呢 就煮了一幅 能供过往送信官员 到这里来饮用茶水休息的地方 那这个茶呢 它里面有生姜片 金银花 甘草 还有蜂蜜 以及当地种的茶叶 有八种配方一共 那有其他三种呢 它是保密的 这个茶喝了以后呢 能避暑驱寒 生精解渴的 天龙屯谱 现有一千两百多户人家 至今仍然沿袭明代的生活文化 很多消失已久的汉族风俗 在这里依然存在 很多是我们已经不熟悉的汉族文化 在这里呢 是最常态的场景 六百多年之前 最普遍 最正统的汉族服饰 在今天看来 却满是异域色彩 但是这些传统服饰 却也造就一批针线手艺精湛的 臀朴妇妇女 臀朴人正在学习 从应付自己的需求 转变成如何满足游客的需求 九道坑 九道坑就是以里面的九道台间所得名的 它是城市的入泉始祖 成点的居住地 那这个房子呢 是古镇里面保留最完整 最古老的石头建筑 你们可以看它的那个 上面那个木楼嘛 叫国街楼 就是把两边的房子都连起来嘛 这样就形成一个地面上的地道站 那这个石块也石块间啊 都没有粘合计的 六百多年的风吹日赛呢 它已经是风化的凹凸不平的 除了九道坎之外 天龙学堂的建筑 是游客的另外一个焦点 天龙学堂是贵州乡村学校古建筑的典范 它的建校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 清末无举人陈日瞻所创办的小学 而现在的天龙学堂 是1934年建造的石墓构架 书院式建筑 这棵呢是紫微树 然后右手边是桂花 紫微呢它所代表了紫微高照 桂花呢就是残功则贵的意思 这都是我们老祖先栽种在这里呢 对学子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然后你们看左右两旁的教学楼 教学楼的这些多年型的窗户 这个窗户的话呢 我们叫它冰裂纹 这些窗户的这种图案呢 叫冰裂纹 也就是以前你们所说的寒冰窗 形容了十年寒窗苦读的意思 学子在这里面十年寒窗苦读 这条小道的话呢 它就像一个弓箭一样的 这边它就是那个 那里是弦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弓 中间这个呢就是箭 就形容了在这里面读书的每个学子 就能文能武的 而且像弓箭一样射出去嘛 能成为国家的勇用之才 报效国家 这都是我们老祖先以前呢 在这个学校的一种完美的设计 三教寺顾名思义是包含儒道佛这三教的寺院 这是汉族民间非常典型的信仰方式 那都是龙凤城墙嘛 这是龙凤城墙嘛 一层窗一层窗 一样才 我点四季发财 你点就是大事 信仰在屯普是无所不在 但是多半有妇女在张罗 其实对屯普人来说 地系却是更贴近他们信仰的 但是女人对地系呢 只能败 不能碰 更不能掩 耳上翘翘 耳上吊吊 这个呢 头上你皂皂 皂皂就是这个啦 这个丝上 耳朵上你皂皂 腰上你皂皂 头上你皂皂 臀朴妇妇一身凤阳汉装 一穿就是六百多年 他们何以坚守这样的穿着 那么年轻一代的女性如何面对这样的传统呢 下的节目有精彩的分析 臀朴妇人可以说是现代的明朝人 所以当然也保留了中国古代男尊女碑的社会价值 对女性的要求非常的严谨 从女性的穿着打扮上便可见到一般 现在呢 了解臀朴妇人的社会文化 臀朴妇女人是臀朴文化的忠实守护者 一身奇异的凤阳汉装一穿就是六百多年 他们的装束是朱元璋老家汉族妇女的正统装束 不同年龄的女性有不同打扮 也有不同的称呼 服装的颜色大多属于冷色调 唯一例外的就是脚上的一对绣花鞋 这些大娘娘们说了 过去只有结婚上教的那天 新娘子才能穿上红色的嫁衣 叫做喜衣 平时的头巾呢 也只有白色跟青色之分 你们这个头叫什么头 我们这个头叫三女头 三女头 女人的发型仍然是沿袭自明代的三柳头 三柳头呢是一种前发高束 像是凤凰头的发型 而这种装扮呢 曾经使得臀朴人惹来凤头鸡凤头苗的称谓 她这个服装呢就被称为凤阳汉装 就是六百年前呢 同兵在这里呢一直保留下来的 那她严于朱雁延张的老家会凤阳嘛 所以我们称为凤阳汉装 这个服装呢它有四个特征 首先呢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头上 因为在当地呢结婚的当天嘛 要举行一个开脸 就是把额头前面的头发拔掉 然后结婚以后呢就要包上那个头巾 头巾呢它有两种颜色为主 有一种呢是白色 另外一种就是黑色 像他们包的这种白色呢 就象征着夫妻间的白头偕老 而黑色的那种呢 就是家里面年老的长辈 在他们的后老巢嘛 要用一个黑色的丝罩呢 轮着这个头发嘛 所以呢这个丝罩呢 我们称为了头上有一个罩罩 就像刚刚说到的 它的头饰呢被称为三女头 它的两边啊要梳下娘女头发呢 盖住它的耳朵 我们当地呢叫娘耳盖放 娘耳盖放 对 所以呢后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特资嘛 头上的罩罩 而它的第二个特资呢 就是指他们的耳朵上 因为他们耳朵被盖住了以后 他们要戴上一对精致的银耳环 作为装饰 它戴这个耳环呢 除了可以做装饰呢 而有一个作用 就以前贵州这里啊 人烟稀少 葬去多 到田间去干活的话呢 他们可以戴上这个银首饰的话呢 可以避葬起 长期以来呢 就留下这样的风俗 那这个耳环呢 我们就称为了耳朵上的两个吊吊 由于臀朴文化成席自明代 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态 是显而易见的 但让人想象不到的是 妇女们身上所细的腰带 竟都是由男人亲手织的 而这个男人呢 多半就是她的丈夫 也因此妇女们特别珍视这条定情之物 第三个特色呢 就是他们的腰间 这根腰带呢 是具有特色的 它有一脏二尺长 它要在腰间围上四圈 一脏二呢 就代表了一年十二个月 刚好围上这四圈呢 就是四个季节的意思 就是一年四季 它这是由888根黑色的 这种丝线所组成的 那就是一年四季呢 发发发的意思 也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嘛 而这根腰带的话呢 它的公义是传男不传女的 在以前是男的 要做来送给女生的定情信物 所以呢 只有男的会做 女的不会做 现在像我们这种未婚的女子 每个人都有这种腰带呢 是自己的母亲啊 送给女儿的吉祥物 所以每个未婚的女子 像我这样大的 都有这样的腰带 这个腰带走起来来 就要一扫一扫的 所以我们称为了腰间的扫扫 扫扫扫 这个呢就是我们 扫把 那为什么叫凤头修花鞋呢 因为你们看它的前面的这个尖头 像不像尖头一样的 而且是往上翘的 那它以前啊 这个尖头里面呢 它要装上刀片 因为丈夫结婚后呢 到外面去打仗了 妻子在家里面呢 要自己保护自己嘛 所以她就在这个鞋间里呢 就装上刀片 这样子呢就取了一个防刺的作用 这个鞋子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翘翘鞋 像现在嘛 因为都是和平啦 所以我们就把它缝起来了 以前这个地方就不用缝 有刀片的 这是防身用的 防身用的 五天 五天啊 那卖多少钱 卖三十五 一天赚七块钱 这几块钱 这打工人家的费用 他还要家里的材料呢 我们不禁揣测 妇人们坚持着一身的打扮 是否是为了能系上 他们所珍视的腰带呢 写时候 就要保白的 平常是保白 榜白的 那么走亲 走亲去 吃酒 八十四 这些都要保亲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一条定情的腰带 让他们愿意做任何的牺牲 苦发就是苦难 因为前额的这部分头发 在我们的意念里面 是一种苦发的象征 所以在结婚的当天 他要拔掉以后 让他结婚以后 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一直打扯 那拔痛不痛 不是 自己拔不痛 不是 自己拔不强 那这个是不是结婚的时候拔的 结婚时间拔的嘛 当姑娘不拔的 结婚要拔的的嘛 那拔不痛吗 拔不痛吗 拔不痛吗 通了习惯 习惯习惯习惯了 然后拔 那不会再长头发出来 会长 长来就拔嘛 会长来就拔嘛 对 长来就拔 还还还 不还还 所以他这个必须就是 哦 哦 天啊 不是她的 哎 然而活化石中 就是不符合时代的 现今的臀朴呢 已经很少见到 穿着长衣大袖的年轻女子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她们愿意重新披上传统服饰 那就是为了拼观光 拼经济 目前在旅游公司的特异经营下 原本女性万万碰不得的地戏 也大开竞技 由女性来担纲演出了 从两性角度来看呢 这是女性的一种解放 是男女平等的一种标杆 但是从传统地戏的精神来看 这显然是一场彻底的颠覆 但从旅游经营的卖点来看 或许只是一种吸引游客的噱头 再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呢 也可能是因为年轻男子 都外流到他乡去打工了 传统的地系文化 只能靠留在家乡的女性来维系了 其实文化本来就是生活的累积 也因此才得以反映出每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 当下的文化需要被记录 过去的文化更应该被典藏 这也正是大陆寻其存在的最大价值 传统地戏的脸子呢 正如同惊喜的脸谱一样 对于正派人物跟反派人物的刻画呢 有着非常特定的规范 下周的烟消散禁化臀补系列节目 将针对地系的脸子做更深入的介绍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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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